堪成国际电影节公布入围名单。 贾张科汤为影片入围。 新快报讯。记者年轻报导。 12日,第71届坎成国际电影节公布入围名单,由贾张科指导、赵涛、廖房主演的最新影片《江湖儿女》入围主竞赛单元。 自24成绩后,2008年到2018年,这十年间贾张科导演的影片全部入围堪成国际电影节。 而由碧干指导、汤为、黄教、张爱佳等主演的电影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则入围一种关注单元。 这是年轻导演碧干指导的第二部长片,也是汤为做妈妈之后的首部电影作品,此番入围,汤为非常开心这部极具生命力的作品,唤起了我们最初对电影的那份热情。 江湖儿女讲述狂暴的爱情故事。 贾张科曾表示江湖儿女是一部狂暴的爱情故事,影片先后辗转大同、三峡、新疆等多的拍摄近四个月。 该片演员阵容强大,女主角赵涛曾评意大利影片《我失礼》获得意大利电影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奖,男主角料房曾评白日焰火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。 另外还有徐徐,冯小刚,刁易男和张一白四位中国导演在片中狂表演技,备受观众期待。 此前,江湖儿女曾入选权威电影杂志法国电影手册,年度最期待电影。 地球最后的夜晚延续了必干一贯的诗意情调,黄教饰演的男主角回到贵州,偶然发现了汤梅饰演的神秘女子的踪迹,继而回想起十二年前与她度过的那个秘密夏天。 汤梅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年轻创作者,对于剧本以及她的前作都很喜欢,因此降价支持年轻导演参与拍摄,更投入了非常多时间在这部电影的创作中。